各位好,我們是熊熊舉起 我是灌手教練 我們今天呢要講的是Pretical Progaming Force Train Training的第七章 中階者課表 那由於太多,所以我們把中階者課表拆開來講 好,那我們來看這一張表 Mark Ripeto在這本書有提到我們槓鈴訓練有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前一章講的初學者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我本章要講的中階者階段 那第三個階段就是進階者階段 那以中階者階段呢,我們有主要有三個大框架 第一個為德州模式的課表 第二個為分離式課表 第三個為HLM課表 那這部影片呢,我們會首先先講到德州模式課表的四個階段 那這四個階段呢,分為 分別為Phase 1基礎德州模式 Phase 2改變強度日重量模式 Phase 3 強度日強度週期 Phase 4向心加速 也就是Dynamic F 好,首先呢,德州模式的第一階段 Mark Ripeto這邊有提到 從線性週期課表 轉換到中階者課表 最適合的訓練計劃 就是德州模式的第一階段 那這個計劃中呢,重點還是繼續增加 我們 新手線性週期每個動作的5IM的重量 來提升我們的肌力,肌肉量,還有爆發力 並且加入高抓 Power Snatch 來當作是我們的訓練動作 好,那我們 來舉個例子 假設某個A選手 新手週期結束後成績 背蹲舉是310磅可以做5下3組 臥推250磅可以做5下3組 硬舉400磅可以做5下 肩推呢 160磅可以做5下3組 高翻Power Clean 可以做190磅3下5組 那我們第1週跟第2週的排法 要怎麼排 首先呢,我們以 一週為我們訓練的小週期 那把這一週分3天 第1天我們把它定義為 高訓練量日 高訓練量日的定義就是我們要做5x5 第2天呢是恢復日 恢復日的定義就是 我們要做的 比高訓練量日跟強度日還要輕 來幫助身體恢復 那第3天呢,強度日則是要做 高強度 讓我們的身體可以有大重量的刺激 那第1 第1週要怎麼過渡呢 首先我們以背蹲舉 這個例子來看 他這邊呢,我們先定義我們的強度日背蹲舉的重量 我們把線性週期結束可以做5下3組的重量 拿到 德州模式第1階段的第1週來做5下一組 那這裡他是有稍微略增5磅 那有了這個強度日的重量,我們要去回推第1天的 高訓練量日的重量,約 強度日重量的80% 那這樣子推出來之後,我們有高訓練量,也有高強度日的重量 那恢復日呢 恢復日的話,大概 拿高訓練量日重量的80% 來做恢復 那以此類推 像是week1跟week2 高訓練量日的第1天的背蹲舉 我們每週大概上支加3磅 下支加5磅 這樣子來 繼續往往上增加 所以呢,我們這裡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德州模式,還是以 線性模式的 線性幅度成長 只不過 我們的成長的 幅度不像是 新手課表,線性模式 每一次都是增加 我們是以每週 我們來看week1跟week2 我們高訓練量日的day1的背蹲舉 其實是以週為時間單位 重量是往上加的 那以此類推 week3、week4 就 繼續往上 增加我們 5Rm的重量 當我們德州模式第1階段持續一陣子後 人體將達到5Rm進步前能的極限 那這時候呢 就要進入德州模式的第2階段 改變強度日的強度 這邊呢 以下表的位 week1到week43 作為一個例子 像week1到week4 都是可以 正常的 用5Rm 那中央也是每週往上加 那到了第5週 week5 我們發現 操作者在445磅可以做5下 1組 但是他是非常痛苦的 做完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考慮在 week6 開始做 Rm次數的調整 以下表是 第6週第7週 都是以3Rm來做 那在第7週也是3Rm做到卡關 那就把它調整到2Rm 做兩下兩組 那接下來在卡關就做以下5組 那 因為以下5組 次數不能變了 那我們就去改變組數 以這樣的方法來 獲得我們重量上的進步 那這個13週的 課表 跑完的話 是485磅可以做以下3組 但是他是很有餘力的 那 教練呢就會評估這個操作者 他的1Rm可能在505磅 這個區間 那 那像剛剛我們跑德州模式第2階段後 跑完是485磅可以做以下3組 但是我們預估他的 1Rm的重量約在505磅 可以做以下1組 那這時候呢 我們要怎麼去安排我們德州模式的第3階段呢 那我們先看右上角 假設 某個選手在德州模式第2階段 他的貝敦局 預估在475磅 是他的1Rm 那間推跟硬局分別是 225磅跟515磅可以做1Rm 那這個時候我們第3階段的安排方法就如這個表格 我們來看第3天 我們第3天的強度日呢 從這個表格可以看到 我們是以上週為一個小週期 那第1週呢就是以 1Rm的90%當作是強度日的 重量的基準 那第2週呢是1Rm的93%當作強度日的基準 那第3週呢是1Rm的96% 當作是強度日的基準 那以此 以這樣子小週期的安排 3週過後 會重新預估他的 1Rm的重量有多重 那 預估完之後呢 我們再進行到第2個小週期 WEEK 4 WEEK 5 WEEK 6 這樣子 就用 1Rm的 90% 93% 96% 這樣子做 3個 小週期 所以是要做9週 那當我們德州模式第3階段卡關之後我們就要進入德州模式第4階段 那 Mark Lupita有提到德州模式第3階段卡關 那我們身體其實可以扛起很大的重量 那這個很大的重量 可能會造成我們 肌肉關節還有卵組織 一些鼠傷沒有辦法在一週內恢復 那所以呢我們就要用向心加速Dynamic Ever這個方法 來讓身體獲得休息 那Dynamic Ever這個方法 在中階者刻表其實是有很好的效果 因為我們 一開始在快速進行相對強度低的能力 並不發達 而且 負荷比較輕 比較小 那什麼是快速進行相對強度較低的能力 那就是我們去做 向心的時候是加速 有點 是爆發 那重量 會比原本的還要輕 所以就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而且啊 我們一開始是排在強度日 所以我們高訓練量日的五下五足的刻表 還是主要的壓力來源 那這種 向心加速的訓練啊 放在強度日 那第一天的重量 還是可以穩定的進步 而且身體不會承受太大的壓力 導致沒有辦法恢復 那隨著我們這個向心加速的技巧熟練 那這個Dynamic Ever向心加速 它這個方法 就可以把它移到我們高訓練量日 來取代五下五足的刻表 那 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折舟模式第四階段呢 它 有分兩個face 第一個face1 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因為一開始對這個技巧還沒有很熟悉 所以我們先把它放在強度日 以face1下表9周為一個例子 我們以上周為一個小周期 分別是 以 1RM的60% 65% 70% 下去做輪替 那 我們前面的 Day1 高訓練量日 它的重量還是可以線性的往上加 那 等到 九周跑完 我們對這個 基本的Dynamic Ever向心加速的方法有 一定的 熟練度之後 我們把它 移到 face2 我們face2就是把它放在高訓練量日 以65 70 75% 下去做 三周的小周期 的輪替 那 第三天的強度日呢 則是以 剛剛我們 德州模式第2階段的方法 用5RM 做三周 那三周之後呢 就變3RM 3RM 在接下來 789周就分別用1到2RM 去做強度日的改變 這裏 這裏也有提到 向心加速這個訓練法 理論上是使用 1RM的50到85% 但是呢 那是因為 這個在別的 別的 別的客表上是有使用 彈力神跟鐵鍊來做 變動阻力的 那這邊 Mark Ripito 他是沒有使用一些 輔助的器材 所以他 他完全是使用 所以 他 抓大概 1RM的 60到70%左右 來操作 那 這裏也有提到一個 重點 我覺得 就是 選擇 1RM的 60到70% 這個要怎麼選擇 他這個是 因人而異 就像是有些人 天生 跳得高 有些人 天生跳不高 這個都 取決於基因 的關係 那這裏他 有提到一個 判斷的方法是 如果我們在操作這個 Dynamic F 的時候 起來 槓鈴 加速了起來 槓鈴會離開背部 那就代表我們這個 重量啊 的percent數 抓得太輕了 那我們就需要加重 那想法呢 如果我們快速站起來 沒有辦法讓 槓片跟槓鈴發出 碰撞聲 那就代表我們 上來太慢了 可能就太重了 那我們就要減輕重量 好 那 以上呢 德州模式 第四個階段 如果操作好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9加9加9 加9 可以 可以 獲得 大概 40 45 週 約一年 約一年的 時間進步 那 馬利普特就有提到 其實德州模式啊 已經在 我們 幹鈴訓練的生涯 是可以獲得 非常巨大的進步 好 那以上是我對德州模式 第 這四個階段的介紹 那如果對剛剛德州模式有任何疑問 或者是問題 想要詢問的話 歡迎從下方的LINE 粉專 聯絡我們 我們是熊熊居起 我們下週見 謝謝大家 拜拜